請看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人的調查 美國男生就很小氣 然後很愛玩 就出去玩的時候都要 就是平分一個一半這樣 然後台灣男生就出去玩 可能會請你喝東西 什麼比較體貼 因為我女生朋友都說 他們去抱孩子夜店 美國人都會請他們喝酒 美國男生就是出去 就是在主動付錢 因為美國的就是家庭 他們的小孩子成家了之後 就是自己出去工作賺錢 所以他們通常另外一半 會把錢留給對方這樣 所以我覺得 美國男人會比較大方 美國的薪水比較高一點 所以說他們比較願意 花錢去討女生開心 我有一個朋友 他交過一個美國男朋友 然後他就是 其實這個題目我想了滿久 然後我一直希望 我們觀眾朋友覺得 我本人就是比較小氣一點 因為我一直希望就是沒有 我就是沒有追到哪一種 一直要跟我要錢的那一種女生 我希望就是愛我的那一種 但是老實說 我是一個滿大方的人 然後一般美國人也算是滿大方的 這個畫面 有嗎 就是可能是 就是剛開始貪戀愛的時候 你當然不會殺很多錢 在這個女生的身上 是 這個是有點像一個房子 你還沒有把這個房子 變成你自己的名字 你還願意去花一大堆錢 把這個房子弄得很漂亮嗎 當然沒有 但是你這個房子已經錢下來 就變成你的 你花多少錢 把這個房子裝潢得多漂亮 這是應該的 所以你把男女之間的感情 可是美國人沒有 我覺得並沒有很大方 例如說人家來我們這邊做客 然後我們當然是 那你就住我家就好了 就客熱情 可是外國人沒有耶 外國人好像不是很喜歡 人家去打擾你們耶 也說打擾也不對啊 就是看如果你是很熟的朋友 你當然來住我家是OK的 那如果不然是你 我也會覺得有一點不舒服 萬一你覺得我家不夠乾淨 或是太小 或是你不習慣 說不定你會覺得有一點不舒服 我要講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在就是 我認識交往的其實 沒有那麼多國家的人 所以就我感覺 我就覺得台灣男生其實還滿大方的 因為他們好面子 但是台灣人 跟美國人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 你去付錢 如果今天我跟台灣人交往 女生先去把錢付掉 男生會覺得好窩心喔 我覺得我女朋友很懂事 就是他幫我分擔 那如果你主動跟你的台灣男朋友 講說這一餐你出 下一餐我要付 男生也會答應 但後來我發現 美國人是不行的 他真的會生氣 而且會 他會覺得沒有面子 你在幹嘛 那個人就是我老公 因為他是在就是國外受教育 然後那時候我們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其實每一次去吃飯 他都是偷偷的先去刷卡 那幾次了之後 你也會覺得不好意思 然後想說那我就先付吧 所以他去上廁所的時候 有一次我就付了 那之後原本我們去看電影 他就把所有接下來的行程 全部都撐掉 他就不開心 他就覺得 他我這樣做 他很沒有面子 然後我知道他這個習慣跟要面子 我都會把卡拿給他 或者是錢拿給他 讓他去付錢 讓他做這個動作 我也會這樣子 我也是這樣 我從以前都是這樣 就是男... 如果我當下那個男生的經濟狀況 可能沒有那麼好 我還是會讓他先去付 然後之後離開 我會塞錢在他的包包裡面 我也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沒有說一定要都是男生付錢 只是說我覺得是男生都愛面子 所以那只是一個小舉動 你把它換了一個方式去做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喔 我跟妳講就是說 我之前的女伴也是 就是我一直買他 所以他就是 他偷偷塞火的那個褲子裡面 但是怎麼知道你們 什麼時候放過那個 我看到他那是什麼 都已經摔掉 你知道嗎 沒有 我是會給他啦 要給他啦 或是會是用另外一個方式 譬如說這一餐可能他付錢 然後下班看電影什麼 我就會先搶著買單 他媽媽以前在美國待過對不對 我也在美國影片 我也在一起學習 但我所考慮的 我首先想得一下 美國朋友們 與美女美女的咧 朋友們應該好 只是女性得來 她們應該太愛這名字 朋友和愛人 都跟朋友們 都是很相似的 友人和我的愛人 非常相似的 所以 我經歷過 美國朋友們 美國刷一拍拍影 我們店銀行監獻 �盤 政府 stopping盅製 бум 吃了 店面有一街的 Pay 架空前你 本來的人 都還登�ppe 我的師傅 purposely去幫忙 所以在遍之後的個人都 自己的錢 我對朋友們沒有幫忙 對朋友們的交流 可是可是 妳可以 負責 但是 家庭 什麼 就是 大的女性 兩權 一點 直播 這是 我跟她講的 你對我學習量 好 對 是 我 我是 很會 我沒有 我都想到她講那麼長耶 反正她的意思就是她在美國讀書的 然後她有一次在美國那個拍戲的時候 大家跟美國人一起去吃飯 然後他們要點餐的時候 美國人就很奇怪 她想要什麼 她就自己叮然後自己扶 然後就下一尾 下一尾這樣 可是其實韓國人是不會這樣 一定會先問女生你要吃什麼 女生對 這個是有一種那個責任 對 對 然後尤其是 美國人是 對朋友跟對那個 Lover 分得很清楚 剛剛我說的那個責任 對 然後她講什麼 講過了 講過了 講過了嗎 對 美國對朋友比較小氣一點 可是對另一半我覺得很大方 因為我有幾個美國女生朋友 然後她們在某個時候 會很愛炫耀一下自己的另一半 她們看多麼大方 就是求恨的時候 就是求恨的時候 她們在某個時候 她們在某個時候 我們是去某個比方 她們在某個比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